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赵毅曾差点中了壮人 但在阴差阳错中屈居叹花 赵毅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转折 赵毅早年赵毅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 曾五次会事都落地了 乾隆二十一年 他有幸被选调到了军机处上班 担任军机张金 令他没想到的是 正是他的这一身份 让他在后来的科举考试中受挫 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年 赵毅已经三十六岁了 他在这次恩科考试中 获得了第一的成绩 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进贡 本来壮人是稳的 但是乾隆皇帝在钦点壮人时 却将他与王杰的弑郡对调了一下 结果本为叹花的王杰夺得了壮人 而赵毅却只中了叹花 为什么赵毅会丢了壮人呢 这其实与当时车举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 赵毅书把对联就在前一年 即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零年的壮人和榜眼 分别被碧原和朱仲光夺得 这在当时引发了人们的纷纷议论 有的人认为二人皆为军机张晶出身 因此能够在殿市中取得好成绩 与乐传的军机大臣偏袒有关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御史碎潮洞上 舒建延被杀一事 这让原本饱受飞衣的军机处 正是处在了风口浪尖上 许多军机处大臣再也不敢上舒延室了 赵毅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参加了恩科考试 当时皇帝钳订的九位殿士 独卷关中有两位军机处大臣刘统勋和刘伦 其中刘伦是赵毅的老乡 私交甚好 据记载赵毅为了避嫌 曾故意改变自己的字体 让二流认不出他的卷子 从而能够客观公正的评卷 但诗与愿文 最终赵毅在这次考试中获得了第一名 赵毅与其相关作品 乾隆皇帝之所以将二人名次调换 主要出于几个原先 其一便是赵毅的军机张经的出身 以及与二流的关系 这让乾隆皇帝对赵毅的成绩生疑 其二是为了均衡地区差距 清朝科区取势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 壮人往往被将这一代的文人所得 因此乾隆皇帝试图平衡这一文化差距 在恩科考试中 第一名的赵毅为江苏人 第二名为浙江人 只有第三名王杰为陕西人 而且前两位又都是内阁中枢 因此乾隆皇帝通过人工调整的方式来稳定全国局势 其三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乾隆时期陕西的局势不稳定 因此如果陕西人王杰成了壮人 对朝廷拉拢当地的精英分子是有帮助的 总而言之 赵毅丢了壮人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寓意 成为皇帝巩固其统治基础的牺牲品 参考人县 前色之赵云宗壮人变叹花 江苏地方至1996年第三期 福涛 从赵毅的产屋经历 管窥清代科举事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9年28卷第二期 随达明 赵毅是如何丢掉壮人的 春秋2016年第三期 编辑 时期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哲学院的探索 例子 连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